祖龙神器的滋养 乃是我族的头等大事 你岂可如此怠慢 是 孩儿一刻不敢怠慢 只是 有些顾虑 顾虑 事到如今你还有何顾虑 成大事 怎能瞻前顾后 父皇息怒 孩儿并非畏缩 而是想到一条捷径 父皇听我说 胡闹 祖龙神器此等灵物 岂可用魔力字养 父皇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天才地袍本就稀罕 定害神针又是个无底洞 够了 都是天妖那个老狐狸 答应的保护没几次兑现的 你起来吧 是 此事 你可有把握 父皇放心 孩儿已准备多时 这几日 就可炼制出所需的火器 事关龙族 万不可泄露 是 出来吧 三太子 最后一个孩子找到了吗 行不容 辱命 已经 你说话怎么变成了这样 就上 筋脉女行 月圆就好了 那就挑重要的说 是 找到了 后日 找到了 还等什么 把伤带回来 后日月圆 我伤 恢复 此丹药有顾本培原质起乡 可助你的伤永不再犯 拿去吧 是 是 现在可以去了吗 是 走 走 怎么样 府内找遍了 三少爷和我家那两孩子都不在府内 外面丢孩子的事没头绪 这种时候还敢乱跑 城主不必心急 三少爷天赋一饼 我那两孩子也从小见惯了刀剑 想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 那如果是妖呢 妖 昨晚我思索了一夜 不可不防啊 有 有 我这就亲自带着士兵去 这都是你们的钱吧 有去的娃娃 怎么样 大功构成 有 娃娃娃 爹 惨了 娃娃快跑 我爹一定是来抓你回去的 怕什么 反正事都做完了回去就回去 正好肚子饿了 你爹饿不了你 你爹饿不了你 什么人 睁大眼睛看好了 大商使者驾到 闪开 大人 等等 让我先通报一声 你别让去 城主 这些人 我 两位大人 这大清早的 可有什么急物啊 快 里面请 李靖 我问你 哪吒现在何处 大人 圈子昨夜就不知去向 我 我也在四处寻他 大胆 我等奉命前来陈堂关 代表的是大商 你贼哪吒竟敢抢夺财物 殴打本官 你李家想造反不成 什么 城主 三少爷又闯祸了 这可怎么办 大人 请稍等片刻 城主 三少爷随着阿旦牧组长 已经到府门前了 据说 他昨夜袭击了使者 还抢了使者搜刮的财物 分给百姓 是 这 快 先去拦住他们 是 大人 我李某教子无方 冒犯天威 可毕竟 他还是个孩子 我李某 甘愿 替子受罚 你替 你算老几 替得了 小小城主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你快交出哪吒 否则 我说了 任何过错 李靖一力承担 我李靖势单力薄 可谁若想为难我的孩子 父亲 这小子早不回来晚不回来 得让他避开 你还敢回来 来人 将哪吒送进禁闭室 没有我的吩咐 不准出来 父亲 父亲 一人做是一人当 是我干的 让他们冲我来 敢承担就好 跟我走 谁敢 李靖 成主 父亲 杀 尘魔 有妖气 蝙蝠精 亲吾祖 也敢 也敢 放肆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他不好对付 小心 蝙蝠精 城里的孩子是不是你抓走的 你有什么目的 不愧是 我看上的人 原来你是奔着哪吒来的 我正想找你呢 不好 哪里跑 哪吒 回来 城主 哪吒交给我们 随我来 是 跟我来 快 腰气越来越浓了 就在前面 哪吒 都什么时候了 好的 还有妹 看你们的 好主意 看我的 在那里 你 你们 竟敢杀我 啊 快 快闪开 暗黑之毒 这是蝙蝠族特有的暗黑之毒 活不过三日 你 毒发之时 叫你 说我少交情 是这个吗 这是什么时候弄的 是那天 闪开 什么人 哪吒 你怎么样 想伤我 可没 哪吒 你居然瞒着我们 你俩 你俩忘了 我是百毒不侵之神 这就是关心则乱 还好你是百毒不侵 我可是哪吒 这吒毒就行 不好 我父亲的手掌